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多深 由長者與學生共組的阿卡貝拉輕盈合唱團 演唱動人的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道香 悠揚的歌聲充滿整個空間 大同健康服務中心與大同大學合作 開設地區關懷與生命實踐課程 透過共組合唱團促進輕盈交流 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看到年輕人 他們充滿了活力 這個是我沒有的 跟他們接觸以後 產生了我的動力 我有一點期待 就是這個能夠延續 這個活動能夠繼續的延續 然後融入我們的社區 變年輕了 而且在溝通方面 我也覺得我們彼此會有一些協調 會從興趣方面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興趣 培養了共同的話題 這個話題很重要 彼此的交談 還有我們也做肢體的互動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覺得他們的學習精神很值得我們效仿 因為唱歌這種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唱得不好聽 就不敢唱 可是大哥大姐他們就是老師說什麼就唱 然後就算唱不好他們還是會努力的去學 就是不會害怕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有他們反而我們學的會比較快 第一堂課的時候有一起互動 就是互相講對方最什麼 這不是做過最勇敢的事情嗎 對然後就稍微溝通一下 稍微聊天 很好玩 然後跟大哥大姐一起上課 我覺得很開心 這些年輕人比我兒子 我有兩個兒子 他們比我兒子都還小很多 跟他們比起來可能都還差個十幾歲 不過我覺得他們算是相當相當不錯 他們基本上我在很多地方 不是說很多地方 有的時候會碰到一些不喜歡跟老人家相處的 但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是非常友善 可以說用英文來講就是very friendly 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蠻好的 阿卡貝拉是以無伴奏的方式進行合唱 在沒有樂器的伴奏下 團員必須打開耳朵 聆聽彼此的聲音 在不斷的練習下 讓歌唱跨越年齡 展現豐富美聲 因為原本會覺得是說 大家可能會有可能節奏上會比較有跟不上的問題 可是其實發現 其實跟比較年長的 長輩一起唱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棒的是 他們回家會蠻願意練習 就是每次來的時候會聽得到說 下次節奏上又有進步 然後每次跟得上都會跟得上 就是聽感上的時候會覺得 其實越唱越來越好 然後其實在 就跟阿卡貝拉一樣 就是在練習唱這個的時候 其實就是每一個聲部共同之間的協調性 那彼此有沒有打開耳朵去聽 彼此聲部之間的平衡 那大家彼此在唱主唱的時候 每個人聽感上是有出來的 所以其實在一個 我要換你唱主唱 OK 然後現在又換我唱Baking 這個過程中 其實就是互相配合跟合作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NEO本身也是做節奏 所以在打節奏的時候 這個合作的過程中 我自己本身也會很有感 就是其實在協調性上 跟一起在做這件事情上 他們其實不會到說 會比較緩慢的開始 反而是他們會透過更多的練習 來讓就是 雖然年齡層會比較廣泛 但是合作起來上其實是舒服的 其實我覺得唱歌是 對人來說是最輕便的一個樂器 然後不論年紀男女老少 大家都是只要有辦法發出聲音 他都可以唱歌 那阿卡貝拉相對有點難 但又比較簡單 就是它是一群人可以聚在一起合唱 那我覺得對於長輩來說 會是一個滿難得的體驗 可以這麼多人同時一起唱歌 然後去挑戰上不同的聲部 包括我覺得 其實對有一定年紀的人來說 唱歌是一件體力活 那他們可以透過這些歌唱的訓練 包括我們有做一些發聲呼吸 然後都去讓自己的身體 可以更加的去收支 每一塊肌肉部分的運用 我覺得其實算是一種運動 我一開始很擔心 然後會覺得 大家好像很需要幫忙 但我大概到第二堂第三堂的時候發現 我如果把他們打散 因為一開始就是你知道 大家剛認識會有點陌生不熟 那長輩都是自己做一圈圈 然後同學們自己做一圈圈 但我發現啊 當我把他們放在那裡的時候 他們竟然自主的開始互相幫忙 大同健康服務中心 希望用歌唱的方式 幫助長者訓練記憶力 強化肺部功能 並且延緩失能的發聲 112年9到11月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與大同大學 台北婚禮健康大學 共同辦理了Aucabella 親吟合唱團 提供更多的社交活動 與學習的機會 幫助長者保持社交聯繫 與參與感 增加身體的活動量 和認知刺激 運用歌唱的方式 幫助長者記憶力訓練 口腔吞咽功能訓練 強化肺部功能 達到延緩老化 及預防失能的目的 在學生的部分 提升對老化的認知 與促進正向對待長者的態度 反轉年輕時代 對長者的刻板印象 建立關懷的能力 以及涵養服務醫院 透過親吟合唱 不僅打破年齡的隔閡 增進長者與年輕人的互動 也用歌聲豐富彼此的生活 高齡又散在大同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